女子一邊開車一邊急按喇叭 把車子開到路邊吸引警方的注意 女子解釋男友的癲癇發作需要緊急送醫 但是當時晚間快要6點 剛好是下班尖峰時段 路上大塞車 她心急的請警方幫忙開道 園警拿了安全帽騎上機車 就像是前倒車 跟整路的駕駛講說是緊急狀況 小黃小客車一輛一輛讓出路來 一路帶著當事人到台中一間醫院 男子的癲癇發作就在台中南屯區五全路跟環中路口 25號晚上5點多左右 擔心女子開車在男友就醫 結果塞在車陣中 警方開道下6分鐘就到醫院 警方說原本是在路口執行守望勤務 聽到有人按喇叭停在路口求救 而話不說幫忙開道 一路闖紅燈把轎車當救護車開 開啟小鈴鐺喔